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学 第1005集 凤九儿没有理会小樱桃 她半眯了眯眼睛 转身往剑衣走去 留下来当然不是为了伺候这胡说八道的家伙 剑衣 凤九儿将她的衣裳放在桌子上 你知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呀 你找死是不是啊 剑衣不慌不忙 放下她手中的武功秘籍 抬眼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我又不是小孩 我当然知道 但你不觉得你们在时间上 剑衣 我们在练武 是练武 真不知道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呀 嗯 我指的也是练武 九王爷几下便叫你制服 确实有一些不计 九儿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为何如此生气啊 看着此刻的剑衣 凤九儿突然有点说不上话来 这家伙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 剑衣 三个月之后我要与你一较高低 不知道为什么 凤九儿真想揍她一顿 话便出口了 哦 在厢房里比试 感觉应该很不错 剑衣 微微勾了勾唇 剑衣的话 让凤九儿自觉地停下脚步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以前该是认识了一个假的剑衣 什么天真 什么无邪 都是假的 回头再收拾你 留下一句话 凤九儿迈步离开 九皇叔说了半炷香 他还敢怠慢吗 凤九儿离开 小樱桃回头看着剑衣 剑衣 没想到你比九儿还要梦啊 还是说 你这是凭着自己有伤在身 有恃无恐了 小樱桃 挑挑眉 含笑戴着木木的衣裳 转身离开了厢房 凤九儿回到自己厢房的时候 只见战青城正坐在主座上看着自己 他立即关上门 急急忙忙走了进去 九皇叔 这衣裳是有点花烧 不过 做也做了 你就试试看嘛 将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的战神王爷丢在一旁 凤九儿本就有些心虚 加上剑衣刚才的话 他这会儿能做到的唯有好生伺候着 反正半炷香的时间也不长 凤九儿乖乖地拿着衣裳过去 战青城的脸色似乎好看了些 你试试好不好 今晚不穿 等咱们有空在家人不多的时候 也可以穿呢 你说是不是 嗯 战青城随手接过凤九儿手中的衣裳 先是你的 给本王看看 凤九儿看着他 双眸瞪得大大的 我 我那件应该可以 哦 好吧 我试试 战青城无需说话 只是浓眉轻轻一簇 凤九儿便转身 灰溜溜地过去拿衣裳 在桌子上将剩下的衣裳拿起来 他转身往内方而去 在这里换边客 战青城有点低沉的声音响起 似乎在表达 他的气还没消 凤九儿回头对上他的目光 有些为难 九皇叔 你来了 外面虎视眈眈的人也多了 要是他们突然进来 我不亏了吗 本王在此 谁敢随意进来 不管外面的人是不是能听见 凤九儿知道 这个时候是没人敢随便进来的 唯有不太听从九皇叔的剑衣 这个时候也不会无聊过来 其他人当然也不会 在厢房的门上收回视线 凤九儿努了努唇点点头 那好吧 却不想他才刚转身 身后又传来了九皇叔霸道的声音 过来 本王伺候你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才转身看着坐在主座上的人 口里说着伺候他 还让他自己走过去 这也算是伺候吗 这还不是关键的问题 现在的意思是 他真的要在他面前宽衣解代吗 要是九皇叔突然不离开了 他要怎么办呢 不管心里有多少怨言 凤九儿还是乖乖地朝湛青城走了过去 就连他都怀疑 这双往别人走去的腿 是不是他自己的了 九皇叔 我自己可以了 再离湛青城不到五步 凤九儿停下脚步 过来 凤九儿不得已 继续往前 来到他眼前 他才停下脚步 伸开双手 凤九儿抬眸看了他一眼 乖乖张开双臂 看着眼前 连几个衣绳都不太熟练的男子 凤九儿很想说 半炷香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可他还是不敢 九皇叔好不容易没那么生气了 他还要点燃他那把怒火吗 轻咳了声 凤九儿低换道 九皇叔 嗯 湛青城 刚将第一根衣绳解开 注意力放到第二根衣绳上 等会儿 你是要去忙吗 是有关灯会的事情吗 这气氛太让人压抑了 他必须说点什么 缓解一下 义父让我过去 不知是何事 湛青城少有耐心地回应道 哪怕他的动作不太熟练 自己的衣裳还是让他解开了 凤九儿侧头看着男人 将他的衣裳退去 呼吸不自觉乱了几分 别胡思乱想 现在还不是时候 本王只想伺候自己的娘子更衣 并无其他想法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揪着自己剩下的衣裳 好了 里面的不需要脱掉 本王没说要继续脱呀 回给凤九儿一记 带了点邪魅的笑意 湛青城转身 拿起那件新衣裳 盯着这看似淡定 脸颊却还是微微泛红的家伙 凤九儿突然向前抱上了他 湛青城似乎没想到 小丫头会突然如此热情 被他一抱 连手中的衣裳 差点都滑落在地上 怎么了 他将他拥抱在怀 低声问道 好可惜啊 凤九儿磨蹭着男人的胸膛摇摇头 浅叹了一口气 可惜什么 别样的触感 让湛青城的声调都变了变 凤九儿抬眸看着他 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惜还不是时候啊 对上小丫头的目光 湛青城的气息一乱 再乱 凤九儿却拂了弩唇 低垂了脑袋 在湛青城看不见的情况下 他微微勾起了唇角 是他一本正经 让他别胡思乱想 他只是想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 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